葛珞里和87水災 那都是國民中政府的時代 那我們剛剛有談到 這個是日本統治台灣 日本統治台灣 所以台灣大震災紀念畫報 荷蘭的時候有沒有 你那邊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現在帶來的 這一個 這是荷蘭人 當時到台灣傳這個新教 基督教 每個禮拜天 要求這些原住民 教堂里受洗 聽禮拜 然後這一個發聖經給他們 甚至為了他們能夠傳教 發明了一個新港文書 用拉丁拼音 跟這一個手寫的 發了一個新的新港文書 這樣子的一個字眼 新港文 然後他們每一次傳教的時候 都會發食物 發獎品 這樣不是要辣的 對 後來還有這一個 不知道傳道會這樣傳 上台給我穿 給我吃 給我省錢 因為我們在這個紀錄上 曾經說這個曾經 在這個1644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這一個 這個 城牆倒塌 然後這個地 教堂的那個 那個整個倒了 這個就是當時 日本時代以後 複製畫的 像一張圖 這個圖現在很少看到 OK 還有什麼照片 還有這個 我們看這個 荷蘭時代的 這個 荷蘭時代沒有照片 這都是 都畫的 日本時代 這個 台南市政府 畫的 請一個畫家所畫的 這個是 這個 普羅明遮城 就是現在的 赤坎樓 喔 還有 下一張是 那有什麼 普羅明遮城 普羅明遮城 就是現在的赤坎樓 這一個是普羅明遮城 這裡 這裡就是嗎 這是這個 熱浪遮城 熱藍遮城 對 對 熱浪遮城就是後來的王城 當時在亞洲地區 除了巴達維亞 就是現在的這個 巴達維亞 亞加達是荷蘭的這個 所謂的 東印度公司的總部 那第二個繁榮的城市 就是台灣的 熱浪遮城 跟普羅明遮城 當時有一個所謂 亞洲大道 是非常繁榮 你看這個外面 旁邊 它繁榮得很早 因為大航海時代嘛 對 以前荷蘭的國旗 就已經這樣這樣 對沒有錯 他 但是以前那個顏色 不是應該 應該是橘色的 因為他們 最早他們 荷蘭那個家族 叫ORANGE家族 就是ORANGE 他們用的是橘色的 但是後來因為他們 一直在增 到底我們國旗 用橘色還是紅色 所以在老質量 有的是紅 有的是橘的 謝老師講的是很正確 因為他當時有七個省 他從西班牙獨立 其中有一省叫ORANGE 那我們叫普羅明這省 還有這一個熱浪這城 這城其實當時有一個省 當時有七個省 這個獨立戰爭 而且獨立戰爭的時候 有什麼檔 用藍色的跟綠色的旗子 荷蘭其實就很像台灣 當時鬧獨立的時候 就有兩個檔 一個藍檔 一個綠檔 用藍色的旗子 綠色的旗子 那後來誰統一了誰 就當時是荷蘭大公 就成立了這七個省 脫離了西班牙 打贏了獨立戰爭 成立了這個所謂的新 新的土地 荷蘭這個大公國 是一個大公圍人大公這樣脫離的 所以藍跟綠沒有誰贏 變橘色的 變橘色的 宋主宜不出來喔 沒有那是四百年前的這一個荷蘭 不是現在的台灣 歷史一直在重演 不講荷蘭可能太遠 我們講一下鄭鴻宜小時候的記憶 有沒有看過 做個廣告 咖哩假肥 咖哩假肥 對咖哩 咖哩嗎 咖哩我知道咖哩就是咖哩 就是咖哩 就是一種肥料嗎 肥料肥料肥料 就是假肥你懂了嗎 咖哩我不知道 我們知道我們老爸 經常你知道都要去咖哩農肥 對 買咖哩 買咖哩 我們回來 但是那個豆子肥咖哩 還有什麼東西要敲作肥 我都負責肥的 對啊 你現在知道咖哩是假肥嗎 咖哩是假肥 所以當時候 這個我們的農付費 就是美國人 美元台灣的這個農付費 對 為了讓民眾了解 怎麼施肥 怎麼樣的耕種 用這個海報 畫了圖 教老百姓農民 怎麼樣去施肥 對 好 這就是你小時候的記憶了 對 我最愛什麼你知道 我最愛敲肥的時候 把那些層套起來 咖哩中開 你不知道有那個經驗嗎 有 有 我們拆麵粉袋啊 我們拆麵粉袋 而且很氣 因為你要找到那個線頭才會 咻 如果找不到你就 卡卡卡卡 只好用刀剪 你拿反了以後就 拉不開 就是拉不開 對不對 我們是拉麵粉袋 一樣道理 對啊 紫青今天好像聽了一些路話 你說說 記憶那樣 紫青幾年是 我62了 62 那是小 當然 這什麼 那個 教你怎麼做農具啊 怎麼耕種啦 這個是 明治28年 這是日本人增台的 隔一年出版的書裡面 這個 他們叫做台灣風俗畫報 裡面把台灣北南地區 他們所使用的一些農具 跟這個 全部畫出來 對 全部用手繪畫的畫出來 這已經有110年了 110年了 對 那我這個什麼 到高中的時候 要再用的 鳳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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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鳳梗老師 你知道鳳梗嗎 你記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鳳梗 對 那個在很早就有 清朝時期就 在大陸的耕作 很早就用了 我去大陸還有看到這個 不是 重點是他高宗說 還在用 高宗是民國69年 那個時候還是用這種方式 要把那個骨子空殼 空殼子 要把它吹出來 要把那個實質的米 留下來 這八頭卡的 八花生的 這是花生的 這是花生的 OK 好 台灣有三寶 給你猜 台灣有三寶 我們知道 東北有三寶 人生貂皮烏拉草 男人的三寶 香腸貢丸一堆草 台灣呢 是樟腦茶葉跟糖 三寶 台灣的樟腦茶葉跟糖 早期就是出口的 對對對 就是台灣最早期 荷蘭時代 台灣的外匯 是以鹿皮 鹿皮 鹿皮 有部分已經開始 明治鄭成功的時候 已經有種植這個糖了 有開始出少數的糖 到了這個清朝的時候 開始有樟腦 開始有茶 開始有糖 而且那個樟腦 可以做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看到的洋娃娃 我有收到一些洋娃娃 最早期在一塊七八十年前 人家洋娃娃 就是用樟腦油去提煉出來 這樣啊 香水也是從樟腦油提出來 所以台灣就是三寶 其實替台灣賺了很多外匯 這裡有一段路 這以前台灣早期 早期 早期 他擋那個樟 擋那個樟腦油下來 照片 三樟的 所以兩 哦 張樟很多 要用擋的樟 何然其實已經早期 台灣 台灣 他是1624 到1662 都通在台灣三十八年 他早期 唐越 其實台灣算 人家說亞太營運中心就是台灣 嗯 他差不多有一個編制叫做解手制 就把人頭改造成解手制 解手制 人家十幾月變成一個小解手 十幾月小解手變成一個大解手 那就像一個公司的經歷 他好像用企業化進行去經營台灣 减理對庫長 庫長對這圓 直銷啦 其實他那時候經營的算還不錯 老組會啦 不是不是 直銷 2003年 我們中央研究院 有去這個地方 考察這個遺史挖掘 考古 考古出來有包括 那時候可以顯現多方法 那時候 那時候白色的菸斗 都找出來 那陶罐 陶石器 都出來 日本也是 所以他會 集合日本 歐洲 在台灣這邊顯現出來遺史考察出來的東西 很多 所以可以顯現出來很繁榮 你可以想 以前台灣樓有多少 樓那時候 每一年輸出 日本那個 借國時代 要做移政之物 移政之物 一個像背心的 幕府將軍的那個葬 都用樓背做 樓背那時候 台灣歸日本一年差不多 十幾萬而已 比較多一十幾萬而已 你看樓台多少 一年十五萬而已 日本人要穿那個 不過這個數字 後來現在有人質疑 說台灣 台灣有當時最多的時候 有上百萬字 不過這裡有一張照片 就是當時那個 平埔原住民 在這個 打這個 梅花路的照片 當時 我們印象中的 西海岸 東海岸 其實就是這個模式 唉唷 台灣到處都是路 你知道嗎 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一年台灣只十幾萬而已 十八萬 齁 李伯伯 你剛來台灣的時候 是第一次吃香蕉對不對 對 我在船上 好… 好…